《卷村》是台湾历史中 一个特别的时期与文化概念 由于为卷村二代的平面摄影家 透过拍照的时候 搜集卷村名牌 为人找到记忆与情感的连结 在桃园办的这场展览 讲的是一群人 在大时代背景驱赶之下 仓促来到台湾 落地成家的故事 李俊贤把家里多年的收藏拿出来 不只是为了展示 当年卷村历史的记忆 他希望把这些门牌 交还给108个主人 这108张门牌背后 有108条好汉 还有108个艰困 然后可是持家的妈妈 所以每一个故事 我相信 我发解这个活动是希望说 如果这是女家的门牌 或者你知道这是持家的门牌 请告诉她 我为他们保留了将近20年 李俊贤自己也是卷村子弟 对他来说 一张张门牌就是一个个记忆的入口 虽然他没找到自己家的门牌 但他不会忘记 年轻时卷村老家拆迁的大事 这是他人生的重要转折时刻 我当兵回来重考 刚刚放榜 心里很轻松 接到一个通知之后 我们家要拆了 结果我们就回去一起参加了 国防部他来召开一个说明会 就是大楼的蓝图都出来了 他说这边要盖12层楼 这边要盖13层楼 他知道一段时代记忆要结束了 于是向来喜欢摄影的李俊贤 那年认定自己的使命 就是要透过镜头留下卷村印象 随着那些年全国各地 一处处眷村拆迁 他就一处处赶着去拍摄 他的记录 生怕错过时间点 人的感觉 房子的味道就不对了 拍下这张照片大约是20年前 李俊贤在桃园老家 成功新村拆除后的废墟 看到仿佛房子身份证般的 一张张门牌 他决定在留下影像记录的同时 也为房子主人们 保留住这个家的象征 一开始门牌其实并不好拆 常常他四个钢钉四个角 我身上会带一些瑞士刀 太小了拆不下来 后来因为我在拍照的过程中 我妈妈有时候也会陪着我一起去拍照 因为那也是他生活的场域 他也会怀念 所以他后来看我这样拆不对 他就想办法去找了一根大铁桥 所以有时候我拍照 他就在旁边敲门牌 所以其实有不少门牌是他帮我敲下来的 他总共拜访过将近三百个眷村 并搜集那些眷户们当年仓促搬离 所遗留的门牌 门牌只是一片金属 但保存了这片金属 就能留下追忆的依据 也就能开展出关于家人情感的故事 我不知道你有没有看过王伟中 盘他们家的门牌 他们搬家的时候 他妈妈说门牌要拆下来 拆下来之后呢 他就挂在他们新城 就改建新城的房子里面 他说这样子 因为他爸爸已经不在了嘛 他说这样子你爸爸才找得到 回家的路 那我们欢迎我们 省村池文教基金会的秘书长 佛东白女士同秘书长 为我们说几句话 千台历史记忆库 一直努力在搜集这段 乱世儿女的大时代故事 与李俊贤合作 发起为门牌找主人活动 透过展览与脸书网路 真的串联出好几个惊喜 有几位大姐在展览的现场 看到她的门牌的那个 那个现场的激动的那个情况 我说那真的是 人生当中弥足珍贵的事 尤其李大姐是在 双十国旗那天 在我们的会场里面 看到她的门牌 所以她非常的激动 保管多年的门牌 重新回到主人的手中 李俊贤喜欢看到这种感动 作为眷村文史影像记录者 她也想交换主人们的故事 父亲就是不在了嘛 这家妈妈在三年前出了车祸 脑手接下来严重 进了医院到现在都没有回过家 一直住在医院 也意思不清楚了 最近也是听说状况那么不太好了 那也许呢 这个门牌拿了我们的医生 直接送到她的病床前面 那老妈知道说我们门牌找回来了 看到的时候我真的是激动了 因为拆建村的时候我们都不在 他们怎么受拆的 怎么也不知道 然后看到的时候是那张 一张那张照片 树了好多好多的门牌 我们回去看过好多次 所以没想到说在这一次看到了 而且那张是单单 最原始的一张 哇 这家最少有五六年了 真的好感动 因为我们家就靠这个留下传家宝 来然后医生的记忆 门牌代表了90家 1945到50年 上百万来自于中国大陆各省居民 按菌种群聚分配的眷设 形成台湾历史中一段特殊的文化记忆 虽然眷村早已改建 年轻一辈已经很难想象那种基蠢香文 南腔北调与各种饮食口味相融合的独特氛围 但记得的人总有说不完的话题 其实以前真的一个很有趣的现象是 比如说我爸他们特种部队 爸爸们不在的时候几乎都不在 因为演习晚至休假 所以通通都不在家 然后休假的时候全回来了 所以回来的时候 妈妈怀孕的时间点都差不多 对差不多 所以孩子们就会是同学 所以我的同学呢 他的哥哥可能是我姐姐的同学 我的弟弟呢 是跟我同学的弟弟是同学 所以会有这样的交错的关系 几十年后这些交错的关系 因为这场眷村门牌活动又聚在一起 因为他们家开杂货店 所以我比较知道他们家的位置 是成功性的 其实其他同学我都觉得搞不太清楚 这群人的回忆往事 不只是因为曾经彼此认识的关系而已 他们是在这片土地上 有着时代限定 所谓外省二代身份 分享独特文化经验的一群人 以前我们可能并不熟悉 因为地方很大嘛 可是后来因为我们几乎都是 四为国小的毕业生 所以我们现在看到了这些 四为新村那你四为几届的 学长好 学长好 就是这样子 因为其实感觉有点很像在部队 你知道军校毕业的人 都会说你几期的 然后学长好 那我们是四为 四为几期的 学长好 这样子 因为他比我爸小 所以我都叫他李叔叔 李叔叔这些都是 普新眷村的朋友 都是四为国小的同学 他们今天下午来参加活动 然后他跟他都是成功行程的 所以他们的爸爸说毕竟你认识 是啊 我想要去教理这边 我爸妈叫梁柏权 哦 好知道 真的知道 我来问他为你 来握一下手 太好了 我爸 90多岁的李伯伯 也跟李俊贤的父亲一样 来自广西 也跟其他眷村二代们的父亲一样 有过年轻时期出生入死的故事 李俊贤整理影像 搜集故事 也参加过许多长辈们的告别式 其实我也会有那种时间的危机感 我也常常会觉得 对啊 我其实谁不知道自己会活到几岁 所以我又没可能在我有生之年把这个事情完成 其实不晓得 因为东西真的太庞杂了 你看我从底片时代 我有黑白底片 我有彩色底片 我有彩色正片 然后加上数位的 我有各种3.5寸的硬碟 2.5寸的硬碟 我现在想到的事情我就偷混 从底片时代排到数位影像 李俊贤的家里 就是台湾各地眷村资料库 看尽这些长辈们 从离开对岸到落地成家 从战争敌势关系 到几乎遗忘的乡愁 常常在想说 人生的一个分隔点 真好也许他们的父子辈 可能就选择了去当解放军 我们的父子辈 就选择了当国军 然后大家就分道扬镳 各自有了不同的生命的故事 他们也很好奇说 那这批人来台湾之后 他们到底后来 是怎么样活下来了 过了生活是怎么样 什么样的 生活其实也就是 在这一张张门牌里的 柴米油盐与孩子们 以及一点点坚持于梦想中 互相扶持的故事 左营 左营是海军的大本营 这里在左营军区 旁边的一个复兴新村 也是一个蛮大的村子 复兴 就是当时多么重要的概念 复兴中华文化 反攻大陆 这门牌是一定 肯定是自己做的 然后把村子名字写出来 还有住户的名称 所以如果正好 如果那个许先生家人 看到这个门牌的话 可以赶紧跟我们联络 我现在希望这个门牌 可以归还给你们 摄影家李俊贤 继续在寻找 眷村门牌的主人 也继续搜集他们的故事 不是时代久远的历史故事 更不是政治的标签 而是从环境迁徙变化中 所看到的共同人性 眷村不是只有跟 眷村人有关系 眷村人应该是跟所有的人 我们有共同需求的人类 都有那个感动点 我从远从老家来到了异乡 我要克服多少的事情 才可以在这里 重新找到自己生活的 那个利基点 可能有一开始会被排斥啊 一开始地方的语言我不懂啊 我要怎么样去学习啊 它有很多事情需要克服 有些东西我们是不可逆的 时代在转动 人会过去 房子会过去 即便我们现在保留的 再重要的一脊骨鸡也好 你很难讲它能够存活多久 只不过说我们会尽限在所有的努力 让它拉的时间更久 即便它要消失 它也是在一个比较 我们讲说比较有尊严的方式消失 就跟一个人的生命是类似的 所以我一方面想要抢救 一方面我也会随缘 可以随缘但尽量抢救 李俊贤要让这段 一群人在眷村安身立命的经验 成为台湾土地上独特的印记 丰富属于台湾的故事 融合本来就不容易 需要更多的宽容跟体谅